嗨,我是小早 过年过节大吃大喝,你就少不了这几杯好喝又简单的水果茶 第一款草莓热红茶 切丁的草莓,加细砂糖和柠檬汁,简单的把它熬成草莓酱 加茶叶和水,一起煮开,再滚个两分钟 这样做出来的草莓热红茶,草莓味是更浓郁的 风味更好,比单纯煮草莓果肉更出味 第二款草莓热红茶,切块的草莓和柠檬片,蜂蜜一起去锤打 给它搭配一个温热的乌龙茶 想喝热饮的可以试试这一杯哦 山楂不用去喝,加苹果 红枣,黄冰糖,一起加水煮 大火烧开之后转小火 咕噜咕噜煮个30-40分钟 煮到山楂软烂开裂就行 酸酸甜甜的风味,特别的解腻 大鱼大肉之后,来一杯给肚子解解压 过年吃的油腻上火,你少不了这一杯哦 橙子记得去皮才不会苦 雪梨,橙子肉,红枣加水煮10来分钟 清润去火的水果茶,好喝又解腻